女孩木纳地走进警局 她哭着说自己昨晚被尾随侵犯了 当奥姐问起她对方的身份时 女孩叫做梅根 她接着说 父亲早在她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动手动脚 每天睡前都会帮她脱衣服 从开始的触碰 慢慢升起到令人发指的犯罪 不止如此 父亲还强迫她观看很多恶心的图片 艾叔也是个父亲 他愤怒地抽动着嘴角 这是她第一眼用词 对老逼登起了杀心 梅根接着说 一直到她14岁那年 父亲才停止了发指的罪行 可没有想到 昨晚父亲又一次尾随了自己 她似乎忘记梅根已经长大了 因为梅根激烈反抗 老父亲并没有得逞 也就说 梅根没有任何的证据 或是父亲的身份痕迹 来证明她所说的侵犯是真实存在的 梅根近乎绝望地询问二人 她的妹妹该怎么办 原来梅根还有一个7岁的小妹妹 昨晚她回家之后 亲眼看见父亲正在触碰妹妹的身体 就像小时候猥亵自己一般 她是为了保护妹妹 这才鼓足勇气来到了警局 资料显示 梅根的父亲叫做艾凡 是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 也是有名的慈善家 这类一关情手 警方可见的太多了 可父亲接连伤害两个女儿 孩子的妈妈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难道她是智障人士 当然不是 相反 人家还是个富家名媛 有钱有见识 艾凡太太说 她嫁给丈夫19年 给她生了三个女儿 分别是18岁的梅根 15岁的朱迪 还有7岁的莉莉 如果丈夫真的干出了情手不如的事情 她不可能不知道 反倒是女儿梅根 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这不是她第一次撒谎来引起注意了 母亲的意思是 这一切都是梅根在胡说八道 最近一段日子 梅根因为暴视症和抑郁症 一直都在找心理医生接受治疗 医生告诉奥姐 她一直觉得梅根小时候 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 直到多次交谈之后 梅根才愿意敞开心扉 诉说了父亲的禽兽行径 可因为医患之间有保密协议 医生不能报警 医生很欣慰啊 因为梅根终于鼓足勇气 面对曾经的创伤 这也意味着她正在逐渐抗扶 儿童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警方 早在梅根11岁的时候 就因为下体出血和泌尿感染 去医院治疗过 当时梅根的母亲说 孩子是在外公的马场骑马时受的伤 至于泌尿感染 则是因为她洗了太多的泡泡浴 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就不了了之 现在想来 梅根可能那时候就被父亲伤害了 这是梅根最小的妹妹莉莉 这不是摩根家庭里的大姐海莉吗 原来她小时候的演技就这么大了 言归正传 七岁的莉莉十分依赖父亲 她说爸爸很爱自己 从来没有强迫她做过任何事情 到时大姐梅根 一天到晚在她跟前说爸爸的不是 二女儿朱迪也对父亲赞不绝口 父亲从来没有主动触碰过她的身体 做出让她不舒服的事情 对妹妹莉莉更是宠爱有加 不过父亲有时候会半夜去莉莉的房间 还会帮莉莉洗澡什么的 有一次半夜 朱迪起床喝水的时候 看见莉莉没有穿裤子 一个人蹲在墙墙哭泣 父亲一边更换床单 一边说莉莉尿床了 可莉莉都七岁了 怎么还尿床呢 听完女儿的叙述 爱凡太太也开始怀疑起了丈夫 梅根一遍一遍地控诉母亲 父亲每次伤害自己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救救我 母亲与三个女儿站在了同一阵线 警方在莉莉的床垫底下 搜到了不少恶心的照片 还有一条男士内裤 这下更是坐实了爱凡先生的侵犯罪名 就在此时 一只出差的爱凡先生终于回家了 望着满屋子的警察 和瞪着自己的母女三人 爱凡很迷茫 父亲说 梅根最近谈了一个小黄毛 于是她强迫梅根与黄毛分手 一定是女儿怀恨在心 所以诬告自己 所谓的身体触碰 不过是她帮莉莉换睡衣罢了 半夜去莉莉的房间 是因为她做噩梦了 她身为父亲 安抚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至于莉莉床垫下的黄色图片和男士内裤 她是真的不知情 是啊 每个强奸犯都说自己没有做过 不知情 父亲口口声声说梅根诬陷自己 可梅根刚刚已经通过了测谎 儿童犯罪最无可输 尽管证据不足 亚历科子还是对她发出了正式批捕 艾凡太太更是控制不住 非要死了这个禽兽不可 法官将她的保时金提高到了50万美金 顺带颁布了禁止令 限制她出现在三个女儿附近的100米的范围内 艾凡太太连夜带莉莉去看了心理医生 难怪莉莉会尿床 会失眠 医生说 这些都是被父亲伤害之后的创伤后遗症 可莉莉直到现在都不愿开口 她很爱父亲 不希望父亲被抓起来 没有莉莉的口供 却无法给艾凡定罪 实验室分析了莉莉床垫下的色情照片 这些照片的打印日期是上周二 可上周二的艾凡正在巴尔迪莫出差呢 哪来的时间打印照片啊 并且艾凡的电脑非常干净 除了生意就生意 没有一点下载过照片的痕迹 警方联系了英特网服务供应商 得知照片的下载地址 居然是梅根的大学图书馆 原来是梅根故意将照片和内裤 塞在了莉莉的床垫底下 想要陷害父亲 梅根说 她这么做是迫不得已 父亲实在是太有钱 太有势力了 她威胁说要告梅根的心理医生 还说要把梅根送进精神病院 没有人会相信她的 事情果正如梅根预料的那样 因为证据不足 再加上艾凡先生一直以来的好名声 法官最终驳回了强奸控诉 艾凡被当庭释放 他第一时间冲向了妻子和女儿 请求他们重新接纳自己 妻子却冷冷地提出了离婚 再一次让嫌疑人逍遥法外 整个特害客都很愤慨 反正不是第一次了 他们早就习惯了 却不想当天晚上 艾凡先生就被枪杀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近距离枪击 一击毙命 死亡时间大概在几个小时前 发现实体的同事说 整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找不出一个有杀人动机的 要说唯一想置他于死地的 恐怕只有死者的岳父了 原来这家医药公司是由艾凡的岳父一手创立的 艾凡却夺走了岳父的公司 而最近发生的猥亵指控 更是让温序之间的矛盾火上浇油 听说女婿死了 老岳父的心情很不错 甚至想开瓶香槟庆祝 老岳父说 自己没有作案时间 不过枪杀爱凡的点四二口径手枪 他倒是有一把 说把岳父打开了自己的收藏品 只见柜子里空空如也 哎呀 那把枪不见了 老爷子有作案动机 还有作案凶器 案发前几个小时 同事们还曾亲眼看见老岳父和死者争执过 你让警方很难相信他是无辜的呀 不多久 警方就在死者公司的下水道里 发现了那把枪 弹道比对结果显示 老岳父的枪就是杀人凶器 实验室在弹壳上 提取到了几枚清晰的指纹 经比对 与老岳父不相符 也就说 老岳父还真是无辜的 那么除了他 还有谁想杀了爱凡呢 爱凡的妻子说 昨晚他和三个女儿都在家 哪都没去 他说爱凡伤害了女儿这么多年 就算梅根栽赃陷害 那也是他最有应得 哪怕他现在死了 母女四个人也会诅咒他下地狱的 通话记录显示 昨晚11点左右 父亲给梅根打了不少电话 爱凡家的女管家回忆 昨晚母女四个人 确实九点就回家了 不过在那之后 梅根又跟二女儿朱迪出门去了 一直过了11点才回家 在警方的逼问下 二女儿朱迪承认 昨晚梅根确实带着自己 去了父亲的公司 他想逼着父亲承认罪行 当时朱迪一个人在楼下守着 几分钟后 梅根走出了办公室 两个人就一起回家去了 这么说来 案发当晚 两个女儿都去见过父亲 这就推翻了梅根的不在场证明 梅根却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还说他自从接受心理治疗之后 总是会断片 就连父亲侵犯自己的事情 也是他上个月刚刚想起来的 不是 你说父亲从7岁 一直侵犯到你14岁 如此深刻的记忆 你却说上个月才刚刚想起来 梅根的心理医生说这很正常 因为人类的大脑有自我保护意识 常常会压抑住不开心的记忆 按理说 梅根倘若有师父的想法 心理医生不可能不知道 即便有医患保密协议 他也该早早上报给警察 我当了15年的心理医生 不用你来教我做事 说吧 医生开始了解了自己的治疗方式 他会用异物巴比陀 再加上催眠治疗 唤醒梅根的记忆 但这种治疗方式争议很大 就连患者也分不清 唤醒的记忆是真是假 尽管医生拍胸部保证 自己经验丰富 他是不会出错的 要说专业 特海克的黄医生远比他更专业 他说梅根这是典型的 伪记症候群 也就说 他所谓的记忆 其实是心理医生胡乱暗示下的产物 用158笔妥唤醒记忆的方式 早就生命狼藉 稍微有点职业道德的医生 早就摒弃了这种治疗手段 先前梅根死活不愿做妇科检查 警方只能使用了强制手段 刚刚他们拿到了检测报告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梅根还是处女 合着心理医生才是个颠簸 他怀疑梅根被父亲侵犯过 于是便在催眠中 将这段记忆强加给了梅根 导致梅根对此身心不疑 虽然梅根不是唯一的罪人 母亲 妹妹 甚至整个特害科 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比结果显示 弹壳上的指纹正是来自梅根 也就说 梅根不止打印照片栽赃了父亲 甚至还亲手枪杀了父亲 而当时同行的朱棣成了唯一的证人 朱棣说 案发当晚 父亲打电话给梅根 请求梅根再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 于是姐妹俩一起去了父亲的办公室 然而那次交谈很不愉快 朱棣看见父亲 几乎发狂地对着梅根大吼大叫 政治中 梅根的包甩到了一旁 朱棣看见她的包里有把枪 为了保护姐姐 朱棣便举起枪对着父亲 可她没有想到那把古董枪 却在这时候走火了 原来开枪的不是梅根 而是妹妹朱棣 朱棣一直觉得爱凡是个好父亲 可她也在梅根喋喋不屑的心理暗示之下 渐渐相信了父亲是个禽兽 被自己的至亲至爱背叛 诬陷 杀害 这个父亲临死前该有多绝望啊 由于是误傻 再加上朱棣未成年 法庭不会追究她的责任 但是母女三个人一辈子 都将受到良心的谴责 一个庸医 害得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 亚历克斯给她送来了法院的船票 以及一张逮捕令 罪名是危害他人安全罪 医疗协会已经掉下了她的行医执照 你真是比忽必烈还多一脸 整天忽必烈烈 去监狱里好好反省吧你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心离圣的扮演者是1976年托尼奖最佳女主 雪莉奈特 奶奶年轻是很漂亮的 她曾凭借春龙满楼情痴狂和楼顶的黑暗 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提名 2005年 她在《绝望主妇》中 饰演雷克斯的妈妈 2020年 奶奶在家中去世 想念83岁 艾凡太太的扮演者是著名女星艾米欧文 她也是1976年版《魔女嘉丽》中的苏斯内尔 1985年 欧文嫁给了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并生下了两个儿子 然而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 1989年 夫妻俩协议离婚时 欧文获得了大约一亿美金的赡养费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